面对调解团老师的质问 李先生坚口不严 在他心中 钱与妻子究竟孰倾孰众 而妻子存私房钱 又有着怎样的目的 是对婚姻缺乏安全感 还是对未来的生活另谋打算 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说那个别谈钱 谈钱伤感情 但是我想对老李说 通过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话 让我觉得有另外一种感觉 别谈感情 谈感情伤钱 我这样说呢 可能有点武断 但是呢 你回去品味一下 在感情和金钱面前 你到底更珍惜感情 还是更计较 更在意钱 这个呢 你好好去想一想 你不用现在向我们做一个解释 首先你告诉我 你们俩有没有登记结婚 办理有结婚证 有结婚证是吧 对 那我想问一下 在结婚登记之后 这个钱存在你媳妇的名下 你觉得这钱是你的 还是她的 那时候是她的吧 是她的是吧 你看你现在就需要谱法 谱法谱的是什么法 在你的婚姻关系存细期间 所取的这个财产呢 是夫妻共同财产 也就是说 即使这个钱存在了你媳妇的名下 但是这个财产 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我们再往下想 说为什么你媳妇要拿一部分钱 存在她的名下 为了什么 我觉得为了两个字 为了一个踏实 江老师我也想请教一下您 你看啊 这个巴女士一直在说 李先生各种算计 不放心 不信任 然后比较抠门 您能不能从心理学上 跟我们讲讲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 刚才她说到她的前妻 她说她前妻就是 也不爱说话 很踏实地跟她一块干活 然后挣了钱以后 前妻可能是不管家 钱由您来管 从心理上面有之前的一种心理效应和模式 之前她在家里就是管钱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她会拿前妻跟现在的巴女士做比较 其实这两个就是从在性格上 在我们说的就是脾气秉性上 是截然不同的人 今天巴女士的来临 给这个新家带来了另外一个全新的模式 其实从心理上来分析 您对现在的媳妇并没有完全的接纳 完全的敞开您的大门去接纳她 第一个 你为什么不给妻子钱呢 我想你妻子刚才已经说过了 一个是你这人就抠 你不单说对她抠 你可能对你自己 对你孩子你也抠 你天生有这习惯 还有一个像你说的 你不敢让她有钱 因为你感觉到 她要是有别的存款了 你是不是觉得 她不是想跟你 她的事实过日子 跟你分心眼 是有这个想法吗 是 她就一直这么想 人为什么要攒钱呢 她不是说攒钱 是跟你分线 我想把这钱拿走 她是为了啥 因为她跟你手花钱 她不方便也不舒服 你给她的是一种什么脸子 你可能最知道 所以你能理解不 人涨私房钱 不是说影响你俩感情 有的时候也是被你生活方式逼的 你知道吗 你就这样一个人 我不存钱不行 所以说哈 你要真想解决你这个问题 钱的问题是你俩夫妻生活一个关键 你最主要的一个 在钱的问题上 能信任对方 我说信任啥 给人家充分的 一个自己 有一个 我自己存点小钱 我将来有个打算 或者说 你能允许人家自己 像你说的私房钱 就我自己有钱 这点你能允许不 这点我没给她用 很正常 你没管她要 第二个 每个月固定给人家 你看到你家人收入 一千或者两千块钱 别让人天天五块钱 关键你要 那不是 没成年呢 十岁啊 这也可以 这能保证吗 这能保证 这能保证 对不对 对了 第三个啊 你以前婚前打爱你的条件 买房子什么什么的啊 不管你有没有这诚意 咱也不鼻子你买啊 起码人得往那方面努力 对不对 刚才所有的专家老师 在讨论到两位 婚姻当中问题的时候 其实涉及到一个 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他们互相之间不信任 那么今天我们的现场 也请来了 著名的心理专家 张晓玲老师 所以我想张老师 是不是我们在决定 他们还能不能继续 把这条路往下走的时候 在设定这个计划之前 我们先让他们 把之间的这种信任感 重新建立起来 我觉得一旦 他们信任对方了 因为他们毕竟曾经 是很好的在一起相处过 可能很多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 好吗 我们把接下来时间 交给张老师 好的 接下来时间呢 我们一起做一个 互动的心理游戏 游戏规则 丈夫悲起欺负 遇到玫瑰花捡起 遇到气球踩破 踩高一点 你感觉到吗 在往左走 往左拐一点 有些捡玫瑰花吧 好 可以先捡玫瑰花 好 先往左拐 然后 停 好 停 然后 然后用你的手捡玫瑰花 前面有一颗 好的 捡起第一只玫瑰花 继续 好 我让你猜招 继续完成我们这个游戏 啊 跌倒了 跟下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